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又回到晚上的行动了 在这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我们要突击谁的家呢 她就是最爱买锅满瓢饭的艾莲姐 欢迎Shan跟Joe加入我们的行动 哈啰 之前艾莲姐说过 厨房就是她的游乐场 那她在尽情玩乐之后 会不会把玩具收好 我相信你们也想知道吧 真的 话不多说 我们行动吧 Let's go 艾莲姐 嗨 艾莲姐 我要换你的衣服 艾莲姐是非常注重她的外表的 所以你看 她需要先打扮一下 再过来开门给我们 我真的是 太好了 我真的心有灵犀 来 我们直接厨房 来 好 这边还是吃的东西 那我们看一下上面 好 你的东西摆到满满了 好 这边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一些说明书 东西尽量不要摆放在上面好吗 好 行 如果有东西在上面的话 就很难看到下面所有的东西 明白 这些都是差不多每天会常用的 可以接受 洗碗槽 对 这个还蛮可以的 好 那我觉得我们该看的都看了 我们要先出去商量一下 然后我们再接小成绩 好不好 艾莲姐 好的 艾莲姐 怎么样 会觉得紧张吗 不会 感到很开心 又再一次见到你们 我们的荣幸 也是我的荣幸 但是我们来突击是非常认真的 是 我们真的会选择 就是让你通过或者是不及格的 是 我现在心碰碰跳 是吗 但是我有信心 我觉得我会过 好 我又有一些问题 我先问你 第一个就是在煮菜这边 这些是什么 为什么我摆了那么多杂物呢 这边其实是想买回来煮 然后没时间煮 就暂时就摆一摆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刚刚进来的时候 我其实没有看到 之前你送妈妈的那个小锅 那个小锅我暂时已经把它摆在这边 因为我现在上面已经做白色了 它在里面 我常在里面 因为这边比较容易我拿 那我们可以公布我们的成绩了 好 我们先让山来公布成绩 阿莲姐 很抱歉 我觉得这个整个家的整理 其实没有做得那么的好 因为之前我没有规划说 这个区域是哪来做什么的 可是这个区里面好像比如说 雪糊在上面 这边下面 还有左边都有 因为就是一个地方里面 它都根本不够我储存 如果一个抽屉不够放 你记得我叫了什么吗 就要取舍吧 好吗 好 好吗 阿莲姐 好 那下一个我们由Jo来揭晓答案 三 三 二 一 我进来的时候稍微还是会有点乱 但是我发现到有一些重点的地方就是 餐桌台面那一些凌乱差不多20% 但是重点是你在摆设东西方面的话 它其实很用心 它懂摆设是摆设 收纳是收纳 所以它还是有尊重我的设计 所以我给它通过 谢谢 好的 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了 是 我要宣布成绩 三 二 一 谢谢 恭喜 艾莲姐 谢谢 好 我跟你说 我其实没有非常非常满意 我觉得我给你差不多打55分到60分 就是刚刚及格而已 我觉得可能现在你还是处于在 适应如何收纳 是 是 是 所以你真的要多加进步 知不知道 好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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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严肃 好严肃 好吗 好 艾莲姐 嫁到了吗 嫁到了吗 不会 好 我倒是再见 恭喜 艾莲姐 继继继继续努力 继续学习 好吗 好吗 你可以在MeWatch免费学习选开更多 加减神厨的试评 好吗 好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